那再接下来有一个 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 大家不太容易理解的 就是脂肪 因为今天很多的人都认为 说脂肪今天都已经吃的多了 中国人就是怕的是脂肪 没错 大家说的对 我确实 我特别一直以来 最近这几年 我一直强调 咱们对于脂肪应该记住哪八个字呢 前四个字叫做少吃点油 逗号 后四个字叫吃点好油 为什么呢 咱们吃的脂肪多 确实是多 但是咱们主要吃的是不好的脂肪 确实占比是很高的 那这里面重点要提到 我们中国 咱们这片土地上 主要生长的 它叫做奥米加6脂肪酸 至于为什么叫做奥米加3 或奥米加6 或奥米加9 这是化学上的一个分类的方法 大家不用太去详细的记它 总之你就记住 正常的来说 营养健康的脂肪酸 它应该是奥米加3 奥米加6和奥米加9 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 差不多的 就不要悬殊太剧烈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比如说奥米加3和奥米加 这个奥米加6和奥米加3比 6比3 有的书籍上写3比1 有的书籍上写4比1 也有的书籍上写6比1 总之都是个位数比1 但是大家你要知道 咱们国人 吃的奥米加6和奥米加3的 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是30比1 那这就出来一个问题 说我吃了30的这个奥米加6 对我难道这没有什么好处吗 那么注意 奥米加6呢 它真的是一个既有优点 也有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脂肪 它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呢 是啊 我们体内很多的这种防御反应的信号的 那个前提 那个原料是奥米加6合成的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 你看咱们去慰问那些个 这个生活贫困的人 是吧 你左手一袋米 右手那就是一桶油 所以你就知道 这油啊 对人的这个健康很重要 它不是不重要 但是 那这个奥米加6如果多了 它会导致什么呢 它会导致你机体里的这种 炎症反应的信号过于强烈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别讲的那么专业 举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 这个炎症反应 比如说 我的手现在 我把它划一道口 感染了细菌 大家你想 你机体里的这个白细胞 是抗细菌的 那白细胞它分布在身体各处 它怎么就知道 往这个手的破口这聚集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而且白细胞一定是在血管内的 那个细菌 它一定是在血管外的 机体怎么能就能让 这个血管里的白细胞 跑到血管外去跟那个细菌打架呢 把它细菌杀死呢 所以它一定有一种化学信号 不是一种 多种化学信号 第一 要让这个机体知道 我手破了 你得把机体里各处的白细胞 给我掉到这个手这来 这是个信号 另外 你这个白细胞 不能再在血管里待着 你得从血管里 给我倒血管外来 你去给我杀灭那个细菌 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道理 注意 这其中传递指令的那个信号的前提 很多都是奥米加6脂肪酸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油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和免疫的防御 非常重要 但是 过油不及 当你这个人吃的奥米加6特别多的时候 你的机体里 我跟大家说 不是你手破口 是你血管里本身它就会破口 这个反应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人体里 有很多血管都是直角分支 大家想想 直角分支就相当于十字路口 你那个车速如果特别快 到了十字路口 猛然的左拐或者右拐 你说对那个路口的冲击是不是特别大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血管里的血如果直角的拐弯 对那个血管的冲击力也非常大 也容易把血管的内表皮冲破 注意 血管的内表皮冲出的破口 跟我刚说的手表皮的这个破口 在机体里面反应是完全相同的 一样都有炎症 一样都要调集白细胞 一样都要打架 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个人 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慢慢的出现了动脉周样硬化 先是白细胞聚集在这 然后血小板聚集在这 血管内表皮跟这手破口一样 都会形成血痂 这个血痂掉了以后 一样都会形成疤痕 然后再挂上油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涨 这就是动脉周样硬化 最终发生动脉拴塞的一个主要的病理基础 那你想想 体内炎症反应这么明显 原本可能就不用发生这个破损的 不用发生这个动脉周样硬化的地方 它现在它也发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 吃了这些个油以后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这么高 而世界公认的健康饮食 是地中海饮食 结果调查人家那个地中海的人 发现原来人家那个地方 也吃很多脂肪 也是跟咱一样 也喜欢油炸 也喜欢吃肉 可是为什么他们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率就低呢 结果研究发现 地中海饮食里主要的脂肪酸 是欧米嘎9脂肪酸 就是橄榄油 橄榄油不是欧米嘎6 叫欧米嘎9 于是通过欧米嘎9的深入研究发现 欧米嘎9它进入人体里面 它可以 它不仅不加强胆固醇 反而会降低胆固醇 你看 所以这就是说 你变成了一个均衡的饮食以后 你减少了欧米嘎6 增加了欧米嘎9 其实它是改变了一种饮食模式 所以我们这一次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 就是欧米嘎3 欧米嘎6和欧米嘎9 三种组合的这种油品 那欧米嘎3呢 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了 我在这儿不再详细的去讲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 您可以去看看我的营养基础班里面 专门有讲欧米嘎3的这样的一集 那欧米嘎9 我们大家也都可能也尝试过 我们的这个皇后橄榄油了 是不是 我在这儿呢 特别提醒一点 大家记住 欧米嘎3 欧米嘎6 6 这两种 更适合低温的烹饪 就是你拌拌菜呀 蒸一蒸啊 煮一煮啊 低温的这种炒啊都可以 而橄榄油反而是更耐高温的 那你用橄榄油 你做煎啊 炸呀 它更适合 那有的人说了 说你能不能把那369给我混合在一起啊 我告诉大家 因为要让大家在不同的烹饪场景中 选择合适的植物油 所以我们给大家分平放 那这样呢您就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我的操作温度不高 我就选3啊 或者我选6 那如果操作温度高 我就选9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啊 欧米嘎3脂肪酸啊 它有一个369相应的比例啊 那你基本上我 我吃一天 欧米嘎3 我再加一天的欧米嘎6 我再来一天的欧米嘎9 一到两天也行 两到三天也行 总之脑海里要有一个油要尽量换着吃 这样的健康的使用油脂的思路 当然了 大家还是那句话啊 还是我八个字 少吃点油 吃点好油 好 好